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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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动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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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明天会是好点起 如果写的难一只绑紧 说不定我明天就约你 一起去走走走走 对不起 但我只想提醒你 这里有很多高兴的红外摄像头 你不能 就当我今天没有认识过你 你好 你好 我是来面试的 这不是刚刚在路上 差点开车撞了我的那个人吗 你来面试 你来面试 我是来面试的 六号 这是什么奇怪的爱好 说吧 你的条件是什么 条件 是问我 直播带货的数量要求吗 五万 每个月两万也可以 每个月 你确定 虽然我平时工作时长不太多 但是每个月的数量 至少是十万数起的 所以每个月两万 对我没有任何问题 当然如果顾总高抬贵手 五万我也可以 好 就是你了 把你的身份证拿出来 我立刻让人去你订合同 从现在开始 二十四小时跟在我身边 所以我是被录取了 太好了太好了 身份证 这是我的身份证 等等 您刚刚说二十四小时跟着你 我每个月付你五万的月薪 让你二十四小时服务 有问题吗 你难道是想要包养我 我不觉得应该用这个词 不好意思 我是来面试花言集团的网络推广主播的 不是来给顾总您 钱规则的 网络推广主播 钱 钱规则 五万 两万 你是把我看成了来向你明码标价的 刚才不是你自己明着码开的价吗 我 您是这个公司的总裁 我不想说什么难听的话 凭什么我们来面试的女生 就要受你这样的侮辱啊 侮辱 总之我不会再和你以及你的花言合作 老大 我精心为你布置的玫瑰花怎么样 这是怎么了 老大你打架了 不不不不 老大怎么可能打架呢 应该是 不会说话你可以不用说 还有 把玫瑰撤下去 如果不是因为奶奶 根本就没有必要搞什么最佳女友面试 也不用招这些麻烦 我觉得你不应该这么想 万一遇到你的真命天女了呢 我和奶奶的想法是一样的 要找一个人在你身边照顾你 保护你 把你的狗树皮强迫之 我去见个客户 今天先到这儿 奶奶 今天下午有客户要见 可能没有办法陪您去医院了 但是我通知了梅姨 她会好好照顾您的 我就是例行体检 你不用来 但是西长啊 你知道奶奶的心事 你也年纪不小了 奶奶总盼着还能活着看到你成家 看到我的 奶奶 客户来电话了我先挂了啊 我怎么到地下车库了 我明明暗的是一层啊 热死了 热死了 你看到我宝贝 我宝贝 我宝贝 你